我在内政部的时候 开始去做水的回收再利用 的目的就是说 假如老天不下雨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活 污水回收再利用嘛 那我这回收再利用出来的水卖给谁 卖给这些科技厂啊 对我们不可能拿来喝 民生用水可能大家心理上会觉得 有一点障碍 即使新加坡人在喝 但是我们不喝 对 可是我们把它拿去做工业用水 就是把再生水处理之后 卖给当成工业用水 把要去工业用水的自来水换出来 我记得老师曾经讲过说 我们漏掉的水其实比我们生的水 两座翡翠水库 我们就一年都掉两座翡翠水库 然后一天早上再叫没水 就是说我们今天 只有从水来讲 我们都只看 我们都是就一个议题在谈一个议题 没有水农民休耕 然后从农民的嘴巴把肉挖出来 然后就这样混过就算了 然后农业用水占到70% 也没有人去检讨说 我们还有多少农田 我还需要70%的农业用水吗 那70%没有人敢去挑战 我再讲回来 70%是谁规定的 我当了水利署处了处长 就今天水利署的处长 那个数字就一直挂在那儿 就当作我们的铁律 就没有人可以去挑战 然后你今天好70% 你要掉出两层 我们也也不缺水了 然后我们的水加那么便宜 又不能动 一动就说要替老百姓看清荷包 今天大家看懂了吧 用水的大户不是老百姓 是这些大企业 是大企业 可是台积电你要跟他拍拍手 他水的回收做到八成半 真的是很了不起 可是问题是台积电有办法做 其他的厂商为什么不做 因为政府只有胡萝卜没有棒子 而且我在观察一个 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过去台湾的气候分界线 在大安西谷 就说你苗栗下了苗栗的那个 到了火焰山 苗栗以北是一个气候 我们每一次开车经过苗栗的时候 就发现北部天气可能平暗的 但是过了那个界线之后 天气就好了 太阳就出来了 可是我最近观察那条线在哪里呢 跑到大旱西来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你到了你只要你到了新竹桃园 风和日丽 一进到三峡就开始 开始这个阴雨天 就是说我就注意观察到 这个科学上可以再去证明 已经从大安西跑到大汉西 那它的改变是 就告诉我们台湾在慢慢的走向沙漠化 这件事情很可怕 就说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 我们以前假设 北台湾这个我们大概百分之60%的水是平常的降雨 百分之40来自台风 中南部90%的水是台风带进来的 它真正平常下的雨是有百分之十 去年台风都没有来进到台湾 所以造成很严重的状况 好 你今天要是一直往北走 就告诉我们未来非常可能百分之90%台湾的水是台风带进来的 好 那你现在万一两年台风不进来 如果今年台风又不进来的话 那大安西要往大汉西再往北了 今年不要说台风不进来 今年只要每雨到了五月还不来 增温水库的水有可能再撑两个月嘛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慎重的思考的 那政府到底能做什么 政府就要开始谈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 今天其实水最丰富的地方是北台湾 因为有一座翡翠水库 有一座四门水库 而且我们的降雨是非常丰沛的 所以北台湾基本上 20年之内都不会有缺水问题 可是你新竹以南 我们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根本不下雨了 可是你不下雨 你还要住那么多人 就要开始思考 我们农业用水的合理的percentage是多少 农地要不要释出 我们的这个工业用水 要要求它回收八成半到九成 我们的生活用水要开始做水的回收再利用 我已经做了八个厂给你看了 为什么你现在不再继续做呢 然后就说我们所有的政策都要跟着改变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挑战比较大 还是以色列的挑战比较大 以色列非常值得来 我们就都去过以色列 都知道说他们怎么样用水 他们每一颗每一度水滴罐 滴罐在某一个植物上面 他就是不会浪费任何一滴水 以色列 他是非常用数据用科技在使用水资源的 数据跟科技我们都有啊 可是为什么你不服用呢 就是说你政府只有胡萝卜没有棒子 我们永远用民粹在操作这件事情 以色列一个沙漠国家可以变成绿洲 我们下了这么多的雨 然后把它操作成沙漠 按照老师的讲法 台湾真的以后也可能会变成沙漠化 不要说台湾 这个是全世界因为全球气候变迁的必然的走向 不止台湾 我们今天我可能都讲过了 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粮仓 是在美国 是在Russia 是在中国 是在这个中南半岛 这些地方的人 种粮食养活全世界的人 台湾的粮食致举例可能三成吧 我们七成是从国外进口的 但是你假设你有钱买得到粮食 我刚刚讲的那些地 世界银行讲的 不是我讲的 再过三十年 那些地方会变成沙漠 慢慢沙漠化 三十年后世界的粮仓在西伯利亚 在加拿大的北部 就是说整个趋势是这样子在走的 那我们要是不够有钱的话 有一天台湾也会断粮 不是你有钱也没有用 你买不到粮食 全世界都在抢粮食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我已经观察到 事实上那条线一直在往北走 全世界那条线也一直在往北走 现在世界银行已经在担心了 未来谁去那个地方种粮食来养活全世界的人 这是世界银行要担心的 我们台湾人要担心的是 那当我们那条气候分界线一直往北移的时候 移过了基隆之后 我们就变沙漠了 那那是 但是我们即使在变成沙漠 我们的条件也比以色列好太多了 可是为什么 但是你要做多少年的准备呢 我们的水的回收再利用你 觉得不应该要严格要求吗 你觉得水价还可以这么便宜吗 你觉得今天农业用水还可以占到七成吗 你觉得我们农业渠道蒸发损失四分之一 漏水漏掉一半 因为那些农业渠道是日据时代 很多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 是清朝留下来的 我们假设为什么 因为水不要钱啊 但我相信这些问题 蔡英文政府不会不知道 所有的政府都知道 问题是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谈合理的水价 可是一谈到合理的水价 就一个大帽子框下来 我要替老百姓干净荷包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一般家庭 假如我一度水增加到三十块 我们一个月大概增加两三百块 这两三百块政府补贴我们 可是问题是那像这些大企业 就可以说比较多 从他们那边收钱会来补贴我们 但是收钱不是重点 而是要求这些大企业 效法台积电 水的回收做到 八成半到九成 那这样子我们水的危机 解决了节税产业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 到全世界去 传说我们的经验 传说我们的经验 然后去赚全世界的钱 而且还可以把水再卖出去 水卖不出去 我们自己是不够用 没人会买你的水 以色列有把水卖出去 他把他的薄膜买出去了 membrane 就是说他把他的制水的 那个水的回收技术的那个薄膜 他们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 他们发明的 事实上现在两个国家做的最好 一个以色列一个新加坡 滴灌那个管子是以色列发明的 我有一次去台大我们的三地农场 我觉得他们也在做滴灌 当然是做实验 我说你们这条这个管线是跟谁买的 说以色列 我说多少钱 这样一条五百块 我说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贵 所以以色列光是说出他的知识 跟他的这些器材 他的设备就够了 他把一个危机变成转机 把一个转机变成商机 我们台湾人活生生把一个危机操作成一个更大的危机 因为我们真的我从头到尾上了这么多的节目 我只有一句话 政治的专业不见了 就真的是我们的政治的专业不见了 我这些话 你觉得我们那些高中高层的这些公务员 他们不懂吗 我不认为他们不可能不懂 我们需要公民的力量 唤醒公民的意识 由公民去跟政府讲